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运作频率多为100Hz以上 现在我们改用具有Deep Burst Mode运作的FAN 6756 在无负载下运作频率低于1Hz以下 从而降低了开关损耗 FAN 6756在无负载下进入Deep Burst Mode 并且在负载大于3mAh时会离开此模式 而且FB引脚内的反溃阻抗将从8kΩ调整到90kΩ 从而进一步降低IC的工作电流和损耗 对于功率范围大于15W的适配器 需要使用X电容来抑制EMI UL1950等全球安全法规 要求从电源操作中拔出后 两个泄漏电阻器在一秒钟内将储存在X电容中的高压能量 安全地释放到三分之一的水平 MiniWatt Saber技术包含创新的S-CAP放电方式 将EMI滤波器上的损耗减到最低 S-CAP方法可以省去两个X电容放电电阻器 在电源从AC插座拔出时通过HV引脚放电 新方法通过省去这两个电阻器 在240伏AC输入中 可以省去28MW到100MW以上的功率 请看这里 这款PC电源演示板 上面使用了一个2Microfarad的X电容 在泄漏电阻器中 通常可能消耗约100MW功率 但使用FSB117 当你拔插头之后 你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在448毫秒内将能量释放到三分之一 BEN 6756和FSB1X7系列器件获得众多设计人员采用 帮助他们的设计达到世界各地安全法规要求 包含UL、CEMark、TUV和NAMCO等认证 非照半导体的 MiniWatt Saver技术 被有XCAP放电方式和DeepBersimo运作 可以提供单芯片解决方案 来简化设计需要更少的外部圆圈 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并且降低材料清单成本 要了解更多关于MiniWatt Saver技术的信息 请访问公司网页 我是詹正辉 Kenny 谢谢大家